今天是2022年7月6日星期三 本來Chantelle 姚卓飛 TVB說是國民初戀 本來她這件事我沒什麼特別想說 她最近捲入了姓錦照怡魂 她老爸更生氣到告上法院 說一定要找出誹謗她女兒的人 不過我想說未必不是想說這件新聞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可能很多人都看過 最吊詭的就是她老爸竟然在日品狀上寫了 她是香港的知名藝人 甚至世界的知名藝人和歌手 只是這句就引起網民無情的恥笑 不過其實她也不算是唯一一個擁有這麼尷尬的香港藝人 不斷提提 國民初戀Chantelle鬧出緋聞 曾經表示自己是A0的她 她竟然就爆出同一個圈外的男生叫Marcus 拍拖了一年 而且兩人就頭貼頭拍自拍照 以及Chantelle的性感照片也都流出 南方Marcus就疑似是暗示她被人出賣 Chantelle的好朋友也都透露 閨密的情緒不是那麼穩定 不過Chantelle的爸爸和TVB 就未就這張照片也承認過那些照片中人是她 可能是二花節目 Chantelle爸爸更加就這件事 入品法院控告公開這些照片的人 涉嫌誹謗她的女兒 不過聲明裡面的一句 香港及中國內地以至全世界知名的歌手和藝人 就引來網民的熱議 然後那些人就 很多搞笑留言 懂得看留言 她說我只知道Chanelle是世界知名的 然後那些人就說 大灣區都未出到 這件事真的越搞越噁心 魚到爆 講開這些落爆的名字 聽到都想找孔娟的名字 其實有不少名人都曾經有過一些尷尬名字 除了Chantelle這個世界知名藝人之外 我偶像 我男神林峰 當年拿了這個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手的時候 網民都有惡搞過她 又說她是阿加魯佳 自太子道西的亞太區 這件事其實我都覺得 當時她拿得太急了 雖然我很喜歡她 好了 還有的是鄧子琪 被人改了一個名字 叫宇宙 當年因為她參加 傻視歌手易爆紅 將重心轉到內地 那些網民就說她會亡本 加上她的 鄧子琪的行為又離地 態度又串嘴 即時封了一個名字 叫宇宙jam 到今時今日大家都仍然是這樣叫她 有宇宙 有世界知名 當然不少得 欣子丹 欣子丹被稱為宇宙最強 因為她在葉問系列聲明大噪 獲封宇宙最強 這個就當之無愧 不過今時今日仍然有不斷被強調 其實她不靠這個名字都已經好出名了 不過我覺得宇宙最強這個名字不是很尷尬 反而我覺得是一個 捧上神台的名字 最後想說這個 也不知道算不算 姜濤被粉絲改了名字叫姜B 其實她個人就很想擺脫這個可愛的花名 甚至乎在她首歌 鏡中鏡也有提及過 姜B姜B不想被稱得意 但時至今日我覺得還有不少粉絲 其實她的名字是 叫慣了 姜B姜B好像很順口 我覺得 其實這個名字也不是太可愛 反而我覺得是挺親切的 粉絲叫偶像 這樣叫很親切的一個稱呼 也不用想得太可愛 好了這節的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其實我也很久了 好像這陣子都沒怎麼說 娛樂新聞什麼 多謝大家收聽了 拜拜